今天大家看一下上台图书馆的东莞 也是一个新的图书馆 带大家去看一下 走跟我去吧 坐地铁到上海的科技馆 然后下车 然后车完之后 然后顺着金锈路往东走 一走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不规则多变形立体的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我们从下往上看 很造型奇特的一个建筑 我们再走远一点看这个建筑 有没有感觉像雷神的一个锤子 然后我们走到大厅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厅 我们看到虽然是中末 虽然是假期 人还是比较多一点 来来往往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 再往上看 它这也很大的一个落地窗 包括上面的一个灯的设计非常巧妙 看起来感觉非常好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大厅 中间这一个圆形的一个柱子 然后直通到它的一个天花板 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 白的相间的一个东西 一个地板 然后我们站在这个楼上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对面也不少的人 然后整个的一个设计都是一个落地窗 然后和这种木纹墙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读书区 包括上面的一个装饰也非常好看 也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再走到楼上往下看 所以说学习的氛围还是很足的 好多人都到这里面去来学习 所以上海这边也是一个比较卷的一个城市 所以你一天不努力就感觉被别人超越了一样 所以有些人虽然很优秀 他们还在努力 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的 所以说你找到奋斗的方向的话 也建议到图书馆来走一走看一看 可能会找到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努力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 所以最终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学习 那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这有王道涵提债的一个上海设斐 在楼上 这是上海图书馆 感谢观看